大家好,我是安心 这次跟大家分享种高丽菜的时候 在幼苗期要注意哪些重点 才能顺利进入包心的阶段 接下来分享种高丽菜的心得 种高丽菜有两种方式 一种先用种子育苗再移植 一种是直接买种苗来种 自己用种子育苗要花一些时间照顾 一次要多种几颗才能提高发芽力 想节省时间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买种苗来种 阿兴老师 种高丽菜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重点呢 开始种之前 种植地的土壤 先用有机质腐朔两周以上之后 才开始种植 土壤接着要排水透气 种的时候可以放一些稻壳 让土壤更疏松 土壤酸度不能低以pH5.5 泰酸容易生病 可以用适量的苦土食为改善土质 因为种高丽菜 至少要大约70天才能收成 如果因为土壤原因 成功进去就太可惜 地质的时候 每一株的间距至少大约要50公分的距离 让高丽菜 外围的叶片在长大的时候 容易长开来 如果是用盆栽来种 盆子的逐渐和深度 至少要30公分以上的大小 才足够让高丽菜生长 地质的时候要挖深15公分以上 下方先放好 但领甲均衡的有机质肥料 和堆回土之后 再回填一些土壤 让种苗不要直接接触到肥料 怕伤根 接着要浇水保持湿润 最后清压几下 表面的土壤固定种苗 阿星老师 高丽菜在幼苗期的时候要怎么照顾呢 这是三桌左右生长的情形 这段期间要保持天天浇水 高丽菜是需要水温和日照充足的作物 只要浇到土壤湿润的程度就好 尽量不要再傍晚浇水 也不要直接浇在叶片上 这样高丽菜容易生病 三桌的时候竹枝会稍微抽高 我们可以开始第一次施肥 使用淡泥甲比例坚衡的肥料 其中淡肥的比例偏高一点 还有加一些堆肥土 这样施肥和腹土可以稳固根部 让高丽菜在生长初期的时候 帮助肌肤增大 还有增加叶片的数量和大小 这样可以促进光火作用 帮助高丽菜结球 阿星老师 高丽菜开始包心的时候要施肥吗 种下椰一个半月 可以看到高丽菜的叶片有点像贝壳的形状 表示已经要开始包心了 我们可以进行第2次施肥 肥料用法和第1次相同 但要注意淋肥含量越低越好 火的容易提前开花 种下到采收前 大约可以施肥3次 这是种下两个多月的高丽菜 可以看到每一颗都已经包心了 我们可以先从大一点的开始采来吃 这一颗 水翠高丽菜可以采了 第一个从外观看它已经 卷心卷得 很大了 第二个我们种两个月 也可以采了 那因为气候的不同 大约两个月 多个六七天呢 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高丽菜 它只是质地会密一点 那现在我们要把它采收下来 现在我们要 剪高丽菜 我们推上来呢 从这个 根的地方剪掉 根的地方剪掉 我们就把它剪下去 那这个可以 提上来 把它剪下来 那这个大叶子盆就不要 放在这里 以后可以当厨鱼或者 给刮鸟吃 我们 锅里面 那捏就带回来 这种状态 我们再翻是 这种状态带回家 我们联系可以采收 我们 找比较大的先采收 吃完再来剪 所以我们 一次 最多剪一颗 然后我们 稍微推 推出来 这里面有它的 根部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 剪下来 剪下来 我们一次采一颗回家炒一盘高丽菜 脆甜多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见